第36題 電視廣告中有一個假車從高空自由落下 同時在地面及時的乙車開始緊急煞車如附土 當假車著地瞬間 乙車也恰好停在落地前 下列分析何者完全正確 那我們曉得 我們的假車是在做自由落體 它初速為0 然後呢 會越來越快 然後掉到地上 所以呢 我們的N 就是假車 它開始的速度呢 是0 然後呢 越來越快 那麼乙車在做煞車 所以呢 它的速度會越來越慢 原來有速度 然後後來越來越慢 然後停下來 所以我們就知道M呢 就是乙車 所以呢 M是呢 乙車 那麼N呢 是假車 所以呢 我們就知道呢 我們的選項呢 A呢 是錯的 我們的選項C呢 也是錯的 那麼同時呢 它又問我們加速度 誰比較大 誰比較小 上面都有一些數字 所以我們可以帶數字進去 真正的求出加速度之後呢 來看看誰比較大 誰比較小 或者是我們用我們的 VT圖的直線代表加速度 直線越斜 加速度越大 我們就來比較一下兩條直線 誰比較斜 就知道誰的加速度比較大 可是一個是往右下角斜 一個是往右上角斜 可能不是那麼容易看出來 誰比較抖 比較抖 比較斜 那麼我們還有另外一個方法 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這裡大概是1.4秒左右 然後1.4秒 這裡大概是1.4秒左右 那你可以看到呢 我們的這個 乙車的變化呢 有30 那麼假車的變化呢 只有15 所以在相同的時間之內 乙車的變化比較多 假車的變化比較少 所以我們就知道 乙車的加速度比較大 假車的加速度比較小 因此我們就知道 我們的答案應該選擇的是 在速率與時間關係圖上面 M車代表乙車 N車代表假車 而假車的加速度大小 小於乙車的加速度大小 這是我們第36題的答案